第六題以下列哪一個圖形表示室管內所成狀物質 在反應完成後的質量變化情形較為適當 那我們這個碳酸氫鈉受熱分解的產物呢 有是碳酸鈉、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有氣體生成、氣體會溢出 從導管通入到我們的澄清石灰水 所以室管內的質量應該會變小 並沒有遵守所謂的質量守恆定律 所以在第六題問我們說 以下列哪個圖形表示室管內所成狀物質 在反應後完成後的質量變化情形較為適當 我們答案選的是A 那麼它的最後的質量是減少的